Hello 各位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10月3日晚上的桑普论证 继续今天和大家讲美国大选的议题 当然讲美国大选的议题 也是很重视10月惊奇这个重要的情况 在讲之前都是重复 我一直千篇一律的说话但是重要的 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多些转发我的一些影片给大家 亦都能够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火光的本人之余 看完影片 看完广告 还有可以找多些人订阅YouTube 订阅Patreon 尤其能够每月订额付费最好 在我YouTube的第一个字顶的留言 是我写的 最后那个行者的Patreon连结 希望每个月订额付费 去做subscribe 希望大家支持 美国大选进入到现在大迹路了 即是现在专阵的大迹路了 那究竟这个叮当码头 哪个真的会跑出呢 还有很多百米要跑 多久时间呢 30多日 今天10月3号 美东时间已经10月3号早上了 11月5号 就是最后的投票日了 现在有 起码三个州已经开始投票了 明尼苏达 这个South Dakota 和这个 Virginia 已经早前提前投票 而今个月陆续 会是几天之后呢 会是有些州份 开始继续提前投票了 所以说现在 再要做电视辩论 或者辩论会的 实益已经是不大 而且 你说要再做 再要订地方 急就张 也都没有时间去做准备 再加上一个重点就是说 现在 赢的那方都不想去辩论 是输的那方要去辩论 要去重赛 尤其10月1号的这个 J.D. Vance 和这个 Tim Rose 彼此之间 在CBS News New York 的辩论之后 胜负立判 绝对没有叮当码头 CNN说过51 支持 Vance 赢了选举 49支持 是Rose 赢了选举 其实这件事 其实实际的情况 远远 远远 是 拋离比例 比例远超过这个数 很多人访问一些 中间或者未决定的选民 每16个有14个 都是觉得Vance赢了这个选举 这个辩论的 但当然 副总统的辩论 究竟对正总统的选情 有没有 大的帮助呢 小小 if not none some if not none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帮助的 尤其这个地方 民主党更加 就会担心 喂 2016年的时候 Michigan民主党人担心 哈利斯 都重渡 希拉莉的 覆车 分分钟 都输了 Swing State 即是说 现在的情况 很多的问题都是可胜 不稳 那么另外 10月惊奇 很快又会炸燃 美联社分析 10月惊奇 基本上有三个主要的项目 一 就是当然是 巨峰 海轮 Hurricane Hellene 这个海轮吹 这个是 佛罗里达 Georgia 和 North Carolina 受创 非常严重 尤其是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是Swing State 很重要的Swing State 如果Trump 是赢得到Pa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加上Georgia 这个选举提前结束 270个 选举人票 已经提前获得 其他 就算Trump 丢掉了 阿里桑那 Nevada Wisconsin Michigan 基本上都是照样的 OK 所以在这样的 大的格局之下 机不容失 选战非常紧绷 尤其这一场的巨峰 是令天灾 使得160人 以上 死亡 很多人流离失所 就算不流离失所 处于一种断网的状态 Trump是第一时间 找Elon Musk 去找Starlink 去帮他们 接通很多通讯的设备 逐步令他们能够恢复 我知道Elon Musk 和Trump 都是有动员 有很多的人力 物力 亲自帮忙 第一时间帮忙 当然 拜登 和 哈利斯 有没有做事 有的 我们不可以说没有做事 但拜登 都在山山内似 去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都已经是 过了庙的事 而哈利斯 哈利斯 主阵 救灾委员会 资灾委员会 救灾委员会 这件事 大家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点滴在心头 每一个选民 是灾民的话 或者同情灾民的人 可能因为 巨峰海伦 双方候选人的表现 而投出不同的选票 尤其对这些 Undecided voters 是重要 即今天 你要去讲政见 你要去讲 两方的当事人的形象 定下刑的了 没得改 是这样就这样的了 你喜欢的 就喜欢 不喜欢的 就不喜欢 现在就是什么 要成为十月经期呢 那些突发出来的 一些新的事实 新的新闻 新的事件 譬如说第一 巨峰海伦 大家怎样应付 problem solving 这个就是大家看的 第二个 就是我们说 这个罢工 Dock workers 这些 货柜码头罢工 是整个美国东岸 由Main 缅因州 一直到Texas 一直到 东岸 去南岸 墨西哥 各个美东的沿岸港口 货柜码头的罢工 是非常严峻 那究竟会不会 其实罢工 冲着 拜登 哈里斯来说 I want more 我要更多 但是记住这些 集体的行动 这些 picket line也好 strike也好 做这些 集体的 collective bargaining也好 诚与拜也好看 他们跟当地的工会 跟当地的商会 一些企业 如何争取 OK 而政府可以介入的空间有多少呢 这个是一个question 你乱介入 分分钟就会导致 你就变成冤大头 一切的问题出于你 你当正是谁 拜登哈里斯要握这条数 Trump 经常都说 那么多的码头工人罢工 如果我做总统 绝对不会发生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反正我就是信了 我认为他做这个情况之后 四年里面 不会发出那么大的一种问题 今天民主党换帐 震前换帐 使拜登提前退出 拜登也不受民主党人欢迎 觉得你是民主党的负债多于资产 你就不要来这个地方 全家都不要来 你不是资产 不是全家的资产 而是 负责全家都是债 那你不要搞了 你千万不要来 拜登乐得逍遥的 先去度假 然后呢 在那 做一些 我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的事 变成了一个跛脚鱼 听说呢 他很快就会跟习近平通话的 拜登 就是约定这件事 因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是美国和中国计划 未来几天安排拜登和习近平通话 上次通话都是今年4月 两人见面 去年11月 在San Francisco的 Woodside 附近见面 blinken 就在上月9月27号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和王毅会谈之后 说给媒体 双方都强调 有必要保持 中美领导人之间 沟通渠道的暢通 最后就说 中国和中国达成的共识 分泰尼 营工智能 安全问题 这些全部都说到 但 究竟美国要怎样对中国 这件事到今天为止 拜登依然不过清晰的蓝图 我和大家在节目中说过 拜登找过一个智库 这个智库就是 讲出了 胜利论 versus 这个 管控论 不是设置 湖南管控分歧 跟着既竞争又合作 又谈又齐 而是应该要 win China 因为它狮子老虎 不是一个可以被 纯服的中小学生 美国不可以再做传教士 不可以再做蒙羊人 应该要 狠狠 胖打这个中国 使它 完全被削弱 而不可能 给它有机会 和自己 平起平坐 因为你不吃它 它会吃你 这个是很厌证的警惕 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支持的 拜登就会做一些这样的事 他有没有 救灾那些事 他有做一些事 因为等待 他尽量和哈利斯切割 但how can you切割 how can you cut cut it clearly 你不可能 make a cut 哈利斯这么久以来 三年半以来是他副手 帮他做事 然后你说 为什么拜登的责任 任由哈利斯的负 喂 他们是同一个team 这是同一个team 这个政党是执政 不是一个拜登执政而已 哈利斯其中之一 怎么可能负连带集体的责任 连带 即这个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collective liability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是一定要有 不是你怎么可能以后 去超信于人 这是重要的一点 那么拜登现在做着这个事 可不可以对付这个 dog workers 的罢工呢 是一个大问题 第3个10月惊奇的重要 重点是什么呢 当然是 伊朗和 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你知道 以色列 打哈马斯 接着 尼巴勒的真主党 根本就是 伊朗的近卫军来的 他们就 不断射很多的飞弹 趁以色列 打仗 拿着 以色列的命 以色列 很生气 狂 猛烈攻击这个 真主党的基地 杀他一个领袖 再杀他一个重要干部 接着你 尼巴勒 贝努特 亦都受到很大的攻击 伊朗呢 就说毛刀活活了 找一大堆的飞弹 去打以色列 不同的城市 以色列有个 Iron Dome 不断反导弹的措施 大部分拦截到伊朔 伊朗的导弹 当然有少部分拦截不了 当然 以色列陷入一个 即是 战争状态 这个时候 拜登就说 我会支持你 适当反击 这些好垃圾 你当年 派 几个月前 派布林肯 布林肯 去到中东 你这个 跪脚鸭 肺灯 派布林肯 去那个地方 做了些东西又肺又炒 不做好过做 找了些弱弹 那些来谈 你不直接面对 真主党和伊朗 也不直接面对哈马斯 最后一达成不了 任何停战协议 接着中国 还狗集了巴西 等十几个国家 加个和平之友会 宣誓一些东西 去告诉乌克兰 我怎样帮你 跟着又对于这个 哈马斯就说 我希望两国方案的 在那趁热度 美国 一点都没有 基本上解决不了以下冲突 做不到成功的 调停人 而且越搞越火 越搞越乱 结果什么呢 现在拜登治下的 中东 是一个火海 跟着你要说 哎 拜登说你呢 我支持他的智慧 但要识道 我问你 以色列会听吗 这个键在我的地方 飞弹在我的 又不是你操控的 你美国 心里 内塔尼亚湖 怕不会得罪拜登 比着我的 内塔尼亚湖 都不会得罪拜登 但我只是说 Yes you are right 转个头 就禁制射飞弹 对不对 你美国 说这些说话 暂着说话 不要同 你自己 操控到日本 韩国 你的军队 你可以这么说 但你对以色列 操控不了 以色列要绝对 自己的 核弹 和自己的 自主防卫能力 Iron Dome 都不是美国 可以操控的 你理美国可以控制到的 就是军备 要不要给以色列 但你不得不给的嘛 你最后你不给的话 你美国的犹太人 会不会投你票呢 而更紧要的地方是 喂 今天以色列是 智慧反击 轮到你 指指点点 那你越搞这些 就越和 美国对以下 以依冲突 或者以色列和 真主党冲突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全力支持以色列 速战速决 殲灭对方的势力 然后用极大的制裁 扼杀伊朗 使他们一分钱拿不到 这种策略 和我们对付俄罗斯 是不同的 对付俄罗斯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 你不可能 它要灭亡 灭亡 Nobody 拿破仑做不到 希特拉做不到 你要它灭亡 那你要告诉我 它已经疯狂 你以为它灭亡 那你灭亡 你又不想引发第三个世界大战 停战 或定一个 基本的中立区 然后监督它 制裁它 然后不承认失败 非军事区 这是最好的方式 你对付以色列 伊朗 或者这个 真主党 不是对付以色列 对付哈玛斯 真主党 伊朗 这些走狗 这些 最惑特的 坏弹 你要用极大的 拍桌的方式 砍一声 支持以色列 打败了这些人 使得那个 既成事实 打胜仗 毫无争议 你们后面有什么分乱的话 再说 局限在局地区战争 但极度支持以色列 速战速决 而不是医院波 到后不到废 最后就像拜登那样的局面 这个就是完全战略的不同 但美国的左交 跟我调转来想 他要继续俄乌战争 跟着要在以哈冲突 支持哈玛斯 支持巴勒斯坦 叫以色列停战 不要再支持以色列 这个会使得世界更纷乱 而不会 更加和平 用实力 用阻碍 才能做到和平 这个才是我们看回历史 最重要的一点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3样 即是说 十月惊奇 三大事行 除此之外 美团社的报道 就是说 现在那个Lis Chene 即是这个Chene的女侠 和哈里斯 一起在威斯康辛州 一起竞选 而川普 在Majigan 办一场 造势大会 今天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我知道 GD Vance 很厉害 10月1日 完成了 纽约CBS News 的辩论会 之后 马上去到 贫席范尼亚州 做一个很精彩的造势 明日之星 四十多岁 非常有违 未来是否 2028年接行的话 到时才算 但今时今日 我会看到 JD Vance 令人刮目 相看 而有些共和党 以前的建制派 无论是小布殊 John McCain 也好 或者Lise Cheney 就是这个 切尼 这个是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物 他是在 共和党 在众议院的 一个委员会 去调查过 2021年1月6日的 所谓的 所谓的 叛国事件 这件事 他当然 切尼 是很 希望去调查 但是 他已经喪失了 怀俄明州 他的这个 议席 也都是 特朗普 也都不提名他 因为这个 叫做老油条 这一班叫做 共和党的建制派 我就说特朗普 在 八年里面里面 成功 这样重塑 一个新的共和党 是和我小时候 小学中学 大学读书 认识的共和党 绝对不同 共和党一直 给我印象 就是一个世界 的 世界主义 或者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 globalism 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 希望 美国 做世界警察 干预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纷争 然后 用世界各地成为他们的 行销 或者製造的工厂 这种情况 使得美国本身虚弱 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的就业 可以提供职位 提供给人 职位都在外面 而所有製造回来的东西 可以平价 自然去卖 但是 美国的 劳工 美国的产业 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这种过度干预政策 就是使得美国 美利坚世纪陷入危机 伊拉克 2003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因此 共和党 是受到Trump 这种新的 Trumpism 或者Jacksonism Jackson就是 美国第七任总统 杰克森 杰克逊 重新 既不采取干预主义 过度干预主义 亦都不采取 孤立主义 所以不要抹黑 Trump是一个 Isolationism 它是两个之间 只要有利于美国的 才会干预 否则不干预 这种政策 成为了Trump新的地方 而它亦是对于 Globalism 重新的反省 它不是完全排斥 Globalism所有的元素 但是 Make America Great A Great 竟然希望 Factories 这些 Manufacturing Plants 能够回到美国 能够产生工业 各国能够 涌入美国投资 这件事 激起了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 极大的憤慨 因为立即增加他们的成本 立即使他们要做产业链的重组 成本暴增 他们也不喜欢 而且动摇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你要制止这个俄乌战争 你动摇着的军工综合体 的利益 因为他们在卖军火 你要继续俄乌战争 以下冲突 军火才能够消售 因为有战争 才有生意 特朗普就不要那么多战争 当然得罪这帮兵工厂 所以他们冲着这帮 既得利益者来做 这帮既得利益者 当然不开心 他们与民主党 现在珠联逼合 民主党以前 是一个重视 就是叫弱势社群的政党 最后变成什么呢 一开始变态 搞那些以种族 性别 环保 阶级 为斗争为綱 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 极左派的兴起 福利主义的兴起 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 导致一堆左膠的兴起 另一方面 亦对华尔街集团 投坏宋普 以前和华尔街集团 最近距离的 共和党 现在和他最近距离的 民主党 这两方面完全矛盾的 可以珠联逼合 因为只要将 帮助弱势的 极端化 斗争化 马克思主义化 成为一种选举的产业 产业动衍 在华尔街集团和这个地方 珠联逼合 尤其在环保 Green New Deal的时候 两个珠联逼合 新的产业 搞风车 搞太阳能板 新的东西出现 他们才有新的环路 好了 这个大的Cluster 变成了一个大的魔兽 这个大的魔兽 由 罗斯福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 深层政府 军功复合体 这些所谓的 华尔街集团 直谷集团 荷里活集团 形成一个新的Cluster 而共和党 对他们 敬而远之 民主党对他们 摧之若目 民主党成为了美国权贵的重要的 蓄勇者 共和党反而是一些 香巴佬 或者叫做工农阶级的代表 你说右派哪个变成这样 右派的确是应该是这样 真正的右派 是为弱势的社群做事 因为 真正的自由竞争 是鼓励每个弱势社群 利用他们的双手 利用他们的头脑 去赚钱 而他们本身愿意这样做 而是给很多既得理者 在宰制很多的制度 所以这一点 为什么 这个范斯曼斯的流浪者之歌 J.D. Vance的流浪者之歌 成为了唱少数 是有原因的 越打压他 就只会 招致更多的冲突 所以撤离 那个 Lizcini 他本身 就 被Trump 即是 不再提名 他走去 蝕不过别资 过了民主党那里 支持哈利斯 两个人 就是 大家看到 说了很多东西 而且 哈利斯 是有一个 两天 是逗留在 威斯康辛州 和密西根州 而Trump 就会在密歇根州 密歇根州 密歇根 不知道密歇根 还是密歇根 总之密歇根 是去 星期四的 两个都会 去 希望赢得 这些重要的 这个是 Russ Belt 重要的州份 大家知道 这个是大家看到的 时候 看看 现在的各行的状况 有些事情不得不说 就是说 除了这个深层政府之外 他镜头 转向哈利斯 哈利斯有个老公 那个老公叫什么 他叫任德龙 Emhoff Emhoff 就是这个 Duck Emhoff 就是说这个任德龙 这个Duck Emhoff 在2012年 康城影尖期间 疑似因为当年 他的女友 和一名代客 泊车的人调情 这个当然不是调情 他误会再调情 于是栋躁 一下掌握对方 根据英国每日郵报 Datly Mail的报道 这个Duck Emhoff 就是现在 何锦丽 哈利斯的老公 任德龙 Duck Emhoff 当年有个女友 是一名纽约知名律师 在2012年5月 康城影尖期间结束之后 在代客泊车处 排队的时候 被Duck Emhoff 掌握 力度之大 让他原地转了一圈 哇有点怪 哇整个转了一圈 哇多厉害 好像卡通片 消息来源是三位不怨 巨名的朋友 他们担心 被任德龙 的 报复 要求匿名 他们向Datly Mail 每日郵报提供了 多张任德龙 以及这名女子 在2012年的合照 以及其他民间 作证两个人 当时曾经一起 去过 法国南部 卫南海岸去旅行 而这一名女子 拒绝就这件事 发表评论 而这个 Carmen Harris 的团队 也未回应 自评 据这些朋友的 转述 这个 他的女朋友 当年的女朋友 在事发之后 痛哭 打电话 给一个朋友 一位纽约的商人 而Duck Emhoff 也当时在车上 这个朋友表示 女子清楚地描述 Emhoff掌挂他的经过 据称 这个女子当时 向朋友表示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知道严不报警 事后也联络不上 这个Emhoff 朋友 后来才知道更多的细节 他们表示事发时 凌晨大概三点钟 两个人正准备离开 都曾经喝过酒 当时排的士的队伍很长 女子为了快速排队 曾经向一名代客 代客泊车人员行轨 就是给点钱 轻拍对方的肩膀 希望打尖 这个Emhoff疑似 不以为这个女子 向这个代客泊车的人调情 就上前一巴掌 他的地方 这个女子随即还手 掌握任德龙 这个商人的朋友表示 女子在瑞瑞市经时 经过的时候 语气清晰 并无注意 两人当晚即刻分手 这个朋友 就说 要是一个纽约女律师 也证实 这名女子曾经向他提及这件事 他表示 这个 刚刚讲的纽约律师 即是他的Emhoff的女朋友 当晚 和任德龙共进晚餐 任德龙 表现得非常有魅力 一切都很美好 但去到凌晨两三点准备离开的时候 任德龙突然出手掌握对方 女子强调 任德龙攻击他之前 两人并无任何争吵 我直接是一个 渣男 这个 三位朋友都表示 这个女子事发后想独自 回酒店 但任德龙强行上车 女子在车上质问任德龙 任德龙才表示 他以为女子正在调情 其中一位朋友这样形容 这名女子无法相信任德龙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 香巴佬的行径 还要侮辱香巴佬 第一 这个女子行跪 第二 这个女子是说 这个人坏是用香巴佬来形容任德龙 而任德龙 根本上就是 violence 他可以说 某种意义上的domestic violence 虽然未结婚 但基本上是掌握人家 基本上是assault 很清楚 那 你还会 是一个好的男人 还在说这么多东西 这些情况是任德龙承认婚爱情两个月后爆出的 先前Fox News报道 二年59岁的任德龙是律师出身 他在1992年 和第一任的妻子 Kirsten 结婚 后来就是和看顾小孩的保姆 发生婚爱情 搞一个搞保姆 下体不听话 搞保姆 导致保姆有癌 怀孕 跟着他和 Kirsten 婚姻破裂 任德龙 和Kirsten 2008年离婚 但任德龙否认导致保姆流产 声称已经支付对方大约8万美金并签署保姆协议 NDA 这些情况 如果 不知道特朗普有没有叫鸡呢 我不知道 如果他有叫鸡的话 我想 特朗普的叫鸡 严重点 什么 Pone Star 什么 掩口费 这些严重点 因为这个人 整个道德有问题 你有老婆 搞外面的女人 搞到 不是外面的女人 是家里的保姆 搞到人有馅 搞到你和老婆离婚 跟着你还要 掩口费 8万元 可以调查他 他有没有申报不实 跟着 你跟着 认识其他女朋友 离婚之后 认识其他女朋友 是吧 2012年的时候 一巴掌下去 打到你 哄哄转 立即和你分手 这些什么男人来的 跟着 他和 Harris 在2013年 经由相亲认识 即 相见好 大家一起认识 2014年8月结婚 喂 你Harris 真傻 还是假猛呢 是吧 就是你不要 就是跟我在那里扮东西 你不知道这些过去 全世界都知道 这名女子直到目睹 Emhoff和Harris 声明大噪之后 才决定公开这段往事 就是说这个渣男 毒男 你和这个男人在那里 那么多年 你所谓的枕边人是这样的人 那么你说Harris是否在乎 你想一想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 说他欺负小三 是吧 和加州当时的州长有一腿 我们以前都说过 这些情况 传言很多 未来会不会成为 十月惊奇的第四张牌 This is what I want to mean 因为这些事 事实驱事正驱在 在哪个时刻 透过什么方法 养出来 是吧 而这个Harris 他本身以前有多少个男人呢 人可以离婚 结婚 不是问题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domestic violence 是个问题 是吧 你在结婚期间 竟然和保姆 搞婚爱情 友善 婚姻破裂 饮口肺 这些全部是有问题的 你的枕边人 Harris的枕边人 是这样的人 那么你是什么人呢 是吧 当你和你老婆拍拖 结婚 或者一个女人 和我老公拍拖之后结婚 这是事为一体的 是吧 那么这个第二先生是怎么样 我希望这两个人 不会成为美国的所谓的总统 与第一先生 如果否则的话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会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选情就越来越紧张的 那么当然你说 有没有其他国家想干预美国大选呢 有 那么美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是国土安全部发出的呢 发现俄罗斯 伊朗 中国 企图影响11月5号 选举的威胁性越来越大 包括利用人工智能 散布 虚假 分化的消息 这也不就需要好注意了 俄罗斯就说 据影响你的行为者 夸大有关移民进入美国的描述 试图煽动社会不和谐 使用新城式的AI 来架设假网站 看来好像真实的美国媒体机构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数据 很多的事实 都要做一定的fact check 避免受到这些俄罗斯 伊朗 中国的攻击影响 这个我也要提醒自己这样做 伊朗从事外国 中国影响你的活动越来越积极 国土安全部都举例说 伊朗行动者网络上 冒充活动人士 Activist 鼓励有关加杀冲突的抗议活动 当然啦 我问你了 是不是真的能有能力 是用综合使用 颠覆性未公开 犯罪和脅迫性的伎俩 寻求新的机会 破坏美国社会凝聚力 和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尤其是 左派主流民调 两人不分高下的时候 更加容易激化对立 其实重点不在对立与否 每一个竞选一定是对立的 重点在于真假 即是我们说的是真假 OK 而这个真假是否关键地去做一些假的东西 影响到一些本质性的对于两个候选人的判断 有时候我们很难对我做评论 甚至没有你们做新闻 甚至没有你们各位 如果要批评我也好 支持我也好 要收到很多信息 我们很难去说 我们收到或者相信的信息 100%是正确的 我们不是神 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Same for me 我就是说每个人 希望接受一个虚华语谷 接受事实的考验 这个重要 很简单我经常说 950元 这个零元扣的 不是950元以下 就是说无罪 或者是法律上说 这些不是犯罪 法律上仍然是short lifting OK 但 左交不要这么开心 但 没有起诉 或者起诉得极少 这个就是prosecution guidelines 整个policy导致这样的情况 而这个就是说 Carmen Harris 他是不是站在加州检察总长的视察时候 知情而不改呢 他未必需要说 他要推动这个政策 他知情而不去做任何的修正 那如果你说他什么都影响不了 那你检察总长做什么呢 你回答这些问题 检察总长和法官 或者庭长 有什么分别的分别大 所以我就说 那些有司法独立 检察的中立是有限的 检察的独立性是有限的 要明白这些分别的地方 于是乎就是说 我们记住就是 避免那些人 是煽动一些暴力冲突 甚至选举舞弊 我觉得这两点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说如果有些人 利用两党的矛盾激化起彼此的暴力冲突 或者做一些扰乱选举进程的事要小心 只要说mis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就是过失 洩漏出去的假消息 即是极左派做一些假消息 然后将这东西射给俄中医 就是说是右派联络对方的 做一些假消息 自己造假 然后说人造假 自己是共谍 就说人家是共谍 自己是垃圾 就说人家是垃圾 这种人所在皆有 对不对 这种情况 我们要如何面对呢 插两眼睛 讲事实 讲证据 讲真相 这个是重要的 最希望美国在这件事件 选举完了之后 如果选举公正 公平 公开 我们什么选举结果 我支持的 我不支持的 我都会承认 但如果你又搞一堆拜登曲线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这么说 哪个人会再会相信 美国有个公正公平的选举 另外还有一点 选举结果 无论是我这方 特朗普赢 还是他们那方 Harris赢也好 我们都要承认这个民主选举 美国始终都是一个 我们要经过民主的锻炼之后 我们都要跟美国交好的 不可以说 台湾就于是乎哈里斯上台 于是乎就不理了 什么都不理 我们不会这么说 但我们希望这一点 大家要有共同的认识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扩大 我们对美国的分歧 这个不必要 另外我们会看回 刚刚开始说了 Waltz和这个 Vance之间的民主党 民主党的Waltz和共和党的Vance 做了这个辩论之后 Vance是成功地 去导致大家对他的看法 令大家更支持 我看回很多的言论 发觉到Waltz的表现未如如期 引发民主党里面对选情的隐忧 部分人士更直言 如果当日是由 宾夕凡尼亚州州长 George Shapiro上阵 就能够轻松击败共和党的参议员 J.D. Vance 这些是马后跑 说很多都没用了 这意思就是 你不要用明尼苏达州州长来选 你拿回已经有装脚 已经有民望的George Shapiro来选 这19张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选家人票 就进入共和党的袋 不用这么紧张了 这个就是他的message 但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马后跑 纽约邮报支持右派的纽约邮报 不是纽约时报 New York Post 就是报道说 华智在辩论中之年失言 包括自称笨蛋 Nucklehead 他去1989年的时候去过香港 我就说这个不是口误 这个叫老作 口误和老作是有分别的 什么叫口误呢 他后面那句就是口误了 提到和校园枪击案的枪手成为朋友 School Shooters 其实是school shooting的survivors 成为朋友 这个就是口误 这个不是纽约的口误 老作是邪恶的 你说1989年的时候来过香港 还去过这个维园 搞错 就是说 另外他也和伊朗和伊斯坦 混淆 他是不是口误 有些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呢 我认为这件事令到民主党人士有些忧心忡忡的 一名和民主党高层人士密切关系的人士批评 Harris的竞争团队缺乏明确诉求 只是不断强调I'm not Trump 或者I'm not Biden 而华智的辩论中的表现 就是更加和6月27日总统辩论中 表现失常的Joe Biden 其实表现如常不是失常 是如常的拜登 如出一切的 是令人担忧的 这些消息人士就说 Harris并非因为Shapiro 在犹太裔而未选择他为副手 而基于其他政治考虑 不知道什么政治考虑了 多位民主党人士私下表示 华智显得紧张 Nervous 但当时预测 这个不会对总统大选的选程 造成重大影响 大家猜猜 但我会说有一定的影响 而一定的影响已经够了 少少已经够了 华智曾经坦诚 自身辩论能力不足 但他诚实的态度 也都获得大家的肯定 但部分的民主党人士 是认为华智坐失良机 即是失去他的时机 这种说法就是 未能有效反击JD Vance 尤其在辩论期间 无办法有效反击别人的东西 又在马后跑了 他认为Vance似乎有意 由辩论提升他低迷的支持度 他没有低迷过 他支持度一向都OK 而且更OK 而华智正常辩论表现过于温和 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出席 我觉得不是啊 他整个开龙着 他不是温和的 两个都基本上 这么kind and mild 笑笑 搭搭 肩膊 你想怎么办呢 我都说这件事好事 你竟然说他 undecided voters 看这些的嘛 看你在那骂人 是吗 怕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前例之下 真的好笑 就是这么说 进观由民调专家 Frank Luntz 主持的Focus Group 结果显示 在六个关键州的14位 未决定选民中 12位认为Vance胜出 但其他民调结果 都呈现两极 就是CNN有一个 Political有一个 总之这些全部都是 左交的一些 就是媒体做的评论 我就觉得 这件事不需要 就是太过 太过这个着紧 我觉得不需要 那么 我们就在 更加多的情况之下 看得到 彼此之间的分别是相当大 我在这个地方 趁着还有时间 可以读一些 一篇文章给大家听 这篇文章我想是挺关键 因为跟我讲的有关 我一直不喜欢 亲共的亚洲周刊 但是亚洲周刊 有一个叫周天偉的人 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就叫大挪移 美国政党板块剧变 重磅冲击选情 不要因人费言 我们看看他没有数据支持一些 我只是讲数据 他结论未必我不同意 我先讲数据 他说 刚刚我说过 民主自由 民主共和两党 基本上是有一种 基本选民基础 基本盘的大懦疑 这八年是产生的 我们不能时而不见 还用以前的想法 讲左派右派 No 现在已经不同了 著名的民调机构 Gallop Gallop 9月24日 刚刚过去而已 即一个礼拜左右之前 公布了大选年的民意调查 对美国成年人 做政党属性的统计 这个发现了共和党选民 加上倾向于共和党的成年人 比例多达48% 超出了民主党同比三个百分点 这是过去三十年来 极为罕见的现象 而且与上次大选相比 出入一副高达八个百分点 就是说上次2020年的时候 同样的调查 拜登是带着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现在是特朗普带着Harris 五个百分点 一整一副八个百分点 首先看他的历史意义 按照Gallop总结出的一般规律 这个模型所调查得到的 民主党选民比例 如果超出共和党显著较多 就是当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必胜 早在92年和96年就是这样 2008年的民主党多出了8个百分点 导致普选票赢7.2% 奥巴马当选 2012年多出了4个百分点 导致普选票赢3.9% 奥巴马当选 2020年多出了5个百分点 导致普选票赢4.5% 拜登当选 但是如果民主党选民比例 超出共和党的差距有限 由于美国大选制度特殊 要求计算各州选举人票的得票数 当年总统大选结果往往就会翻转 变成共和党胜出 最近的例子就发生于2016年 凯乐普的调查结果就是当年的民主党 只是多出共和党3个百分点 以至于民主党拿到的普选票低至赢2.1% 结果按各州选举人票的得票数计算 共和党的特朗普是胜出的 这个规律几乎是屡试不爽 屡次证实这件事 既然今年的统计结果 呈现出罕见的历史板块大挪移 导致共和党反超民主党3个百分点 1个-5一类正三 而且再加上 选举人制度在摇拜州会起到放大的作用 是否意味着共和党的选举形势一片大好呢? 如果是的话 看得到是否11月5日可以赢得压倒勝利呢? 这一点都是重要的 而Gallop更加讲回大家关切的国情的议题 美国当然关注自己国家的事 经济排第一的 Economy 接着后面是移民 政府通货膨胀 而每个议题都是Republicans Trump是占优势 总体值分是48%认为共和党更擅长处理 比民主党足足多出了5个百分点 而这个统计的指题目 是从1948年以来 对于选举结果的预测性 虽然并不绝对但极高的 那么我们看回这些信心指数 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版块大楼的最基本盘的移动 所以为什么Trump的团队很有信心 如果没有选举舞弊 很大机会会赢 是这样的原因 是不是? 过半甚至極大机会会赢 是这样的原因 不是看外面那些 哎呀 什么New York Times Siena College 突然之间Rasmussen Report 不是看这些 是看刚刚Gallop这个基本盘的数目 这个基本盘的数目 你发觉到 哇 真有这么大个转眼的时候 哇 接着我也说过 一个卖饼干的 卖哈里斯 还是Trump 其实这个也是某程度上反映了 在一个比较关键的章鱼镇 章鱼镇 它就是一个比较指标性的镇 它的结果是怎样 这一次Trump赢的机会极大 除非你在玩东西 即譬如Nevada 现在全部记下了选 你不opt out的话 你选民去opt out 你即是可以选择不 但是你没有选择的话 它会记邮记选民选择给你的 那记些邮票选票 记到哪个地方 一些幽灵人口 会不会投票呢 我就说 I don't know 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问这个Nevada的州长 州议会 你不要问我 I don't know 所以我就说 这种松弛的一种 选举的规制 是很令人害怕的 我不是说它一定有舞弊 但是它是一个舞弊的温床 to be honest 它是一个舞弊的温床 怎可能说这个不是舞弊的温床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拜登在中东的软弱 跟着货柜码头 罢工危机 巨峰海轮 善后工作 三个十月惊奇的议题 还有还有哈里斯和家庭的丑闻 这四样东西加起来 是十月惊奇的重点 当然我知道 美国检控方 现在都是提川普 介入推翻2020大选 新证据 去对抗最高法院的 所谓总统豁免权 那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日前将华府 D.C.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提出长达165页文件 那么多字 此处的国安法官 法院将文件上部分姓名等资讯 涂刻后上网公布 Jack Smith在文件中说 特朗普是被告 声称对推翻2020年 总统选举结果的犯罪计划 享有豁免权 他主张这个行为 官方职务Official Act的一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被告是被指控的 共贸行为时 仍是总统 但计划本身是私人行为 他是以候选人身份 和共贸者合作 用诈骗犯罪手段 企图破坏选票的统整和计算 特朗普当时并非总统 因为在这个工作上 尤其是选举统整和计算上 总统并没有任何角色 这个是特朗普 就是他质疑这个选举舞弊 不认输 他这件事的话 大家会有个讨论 你慢慢去争论 第一 你不会在选举前得到任何结果 OK 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第二件事就是说 这个司法部 在特朗普指认之下 换帐 这个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可能都拜拜 你要搞这些事 基本上已经是愿目求雨 所以这些事 全部是一些深层政府 拿出这样的绝招 恐吓牌 给特朗普看 也希望那些undecided voters 知道2020的事未完 但这样做 究竟是对于民主党更有利 还是更不利呢 我相信聪明的人 会认为更不利 蠢的人更有利 他们会写到大家 都认为 特朗普都是 选举舞弊的 都是质疑的结果 我重复Fans一句 Fans 不正面回应 2020年有没有选举舞弊 他只是说抗拒censorship 今天一个人在open forum 大家都去讨论 当年的总统选举舞弊 正如今天你去讨论 水门事件有没有舞弊 这个克林顿有没有在白宫那里搞事 可以讨论布殊家族有没有贪污 可以讨论奥巴马本身和他的夫人有没有贪污舞弊 Hillary有没有通俄 这是讨论的 为什么你不讨论2020年那场选举 有没有选举舞弊 今天已经没有人 是要推翻这个拜登 要代替他 wipe out这个政权 我们通过一场公平公开的选举 选举第47届总统 我们是否可以很客观理性的态度 说回当年那场选举是否选举舞弊 当你不断镇压这件事 你会使得别人这么反感 即是我觉得 喂 first amendment right freedom of speech 在哪里呢 而这件事 我们不是干预选举 我们说回当年的事 OK 那这件事你还拿出来不断插他 插川普好多刀 for what for what 四个民众死亡 四个民众死亡 一名警察死亡 之后有四名警察自杀 大家想一想 警察都自知 这件事 这件事不是容易接受得到的事 这件事是一个很恐怖的 即是说 不是冲击的人恐怖 是你镇压那一刻很恐怖 Why 而Nancy Pelosi 叫他出动国民警卫军 去和平处理这件事 特朗普也要求当时的民众 去peacefully 去做这件事 接着你还怪他 好了 这个1月6号的算了 2020年那个 你还在继续搞这件事 for what 继续司法武器化震压特朗普 我说不到第二个原因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 这些美国存在已久的一些问题 去看清楚真相 是不是 即是我就说 这些事会继续有些纤扰 但呢 我刚刚讲四大 十月经期的元素 再讲多次 一 巨峰海轮 这个我想都很快会呆压的 第二 货柜码头罢工 因为不只是罢工这么简单 你会供应短断 物价飙升 你进不了货进来 即压在港口 不就有shortage shortage shortage 导致供应 quantity少了 价格会上升 通货膨胀 冲击到美国的消费 第三样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冲突 第四样东西 就是哈里斯的丑闻 哈里斯她的丈夫 和她本身的丑闻 这四样东西 我觉得以第四样东西 杀伤力最大 最直接 OK 1 2 3 其实我认为三这个东西 是识货的人 是识体 今天 你将哈里斯 射给拜登 拜登 全部都背了所有的责任 但你告诉你 今天 你哈里斯 是同一个team 是他的副手 副手 副手 帮助他的人 你不是paid for nothing paid for your work 你的work with Biden help Biden support Biden 连拜登教育 这样的样子 你不需要负责 It's really bad 是不是 所以我会认为 今时今日 识货的就知道 要选哪个人 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